对于美国司法部再度申请扣押和一马公司有关的资产 巫统副主席西山穆丁今天开声回应 他批评美国当局这类的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一直以来却只停留在发表声明的阶段 没有真正将涉案者控上法庭 他认为这种做法相当不负责任 西山穆丁认为美国司法部目前的举动只会让一些人有机可乘 借此捞取政治资本 他还说如果美国司法部持续这样的作为 恐怕公信力将会受到外界质疑 美国司法部在刚过去的星期四采取新一波行动 申请扣押和一马公司有关的五亿四千万美元资产 这已经是当局一年内第三次的扣押行动 总扣押的资产已经高达十七亿美元 而当局在声明中还点名大马官员一号和他的妻子都有涉案 不过我国政府强调这只是一宗民事案件 没有证据证明当中涉及刑事罪 NTV7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